第一次的离别也是导演的第一部的剧情唱片 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给所有的观众呢 对 第一次离别其实是我献给顾湘和童年的一首长诗 那我拍它的时候我希望尽可能把自然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和童年的这个印记 尽可能真诚的呈现 所以这次来到台湾我也特别的亲切 因为这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基本在台湾完成的 剪辑师马修马 也是金江组合李丹峰的声音等等 对 包括我们的调色阿凯他也是台湾的 所以调色彭也在台湾调的 对 等于说台湾也是你的福利了 是 是节目影片的福利 也欢迎多来台湾拍片 不过很好奇问一点 第一次离别很多的素人小演员小童馨 导演怎么样帮助他们进入那个状态跟角色的氛围当中呢 我觉得我在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忘记我是一个导演 那我整个整个拍的过程中我没有任何的开机和关机一说 我就尽量让小孩去做自己 但我做的是要给他们营造好所有的这个氛围 我觉得 我觉得真实是 真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东西 那如何让小孩能够真实的在镜头面前做自己 我觉得 私下里要做很多的工作 去完成那些东西让他做自己 我觉得这样才能更自然一些 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也谢给新疆沙亚这个地方的一个情书 对不对 您的故乡 谢谢王琳娜导演 谢谢老师 你今天回座休息 感谢您